Hello大家好,我是小辉 今天教大家如何做一个梦幻粒子波浪的效果 首先我们预览一下今天要做的内容 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 首先打开AE,新建一个合成19201080 时间可以改为10秒钟,点击确定 然后新建一个纯色层,背景可以改为黑色 然后添加一个插件 AE可以改一下它的发射器 发射器类型改为盒子 粒子数可以改为8000 发射方向统一改为方向 方向扩散改为10% 速度改为10% 速度随机改为10% 发射器尺寸改为XYZ主力 把X尺寸改为2000 VD主的尺寸 接下来打开例子 把他的生命随机改为50% 尺寸大小改为1.3% 大小随机改为50% 把它粒子颜色改为偏蓝一点 整合模式改为屏幕 然后粒子这一栏先关闭 打开物理这一栏 把它的空气打开 方向歪轴改为4 把它的扰乱长打开 影响位置改为200 然后比例改为4 改好之后 我们新建一个摄像机 预设改为35毫米 点击确定 我们选择摄像机工具 给它拉一下视图视角 就像这样 然后选择摄像机选项 把它景深打开 焦距改为400 光圈改为80 这样一个模糊的效果 接下来给这个纯色层 命一下名为粒子 需要复制一层 看着D 作为上面飘散的小粒子 命名为粒子飘散 复制一层之后 然后打开它的物理这一栏 找到扰乱长 把它的影响位置改为500 比例改为5 再调整一下它的粒子大小 把它的粒子尺寸改为0.5 这样上面飘散的小粒子就做好了 飘散粒子做好之后呢 然后看它D 复制一层 粒子层 命名为粒子模糊 然后新建一个调整图层 拖到它的上面 调整图层 然后添加一个效果 模糊和对话 放射状模糊 把它这个位置点放到下面 让它有一个粒子向上的一个方向 接下来只需要中间的这一部分 让它有一个放射状的一个效果 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我们选择超整图层这一层 然后选择椭圆工具 在这里拉一个椭圆 按照Counter键 就是这样 这样是显示中间的这一部分 然后呢 蒙白鱼化 给它拉大一些 这好像350左右 这样一个放射状的模糊 就调整好了 接下来呢 新建一个调整图层 给它效果 添加一个风格化 发光 把它的发光半径 改为150 发光强度改为1.3 颜色颜色 改为A和B颜色 接下来 新建一个调整图层 右键效果 颜色校正 添加一个曲线 把它有一个对比度 调整出来 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去调 我这里藏的就是一个蓝色 接下来呢 需要做一个动画 然后新建一个空对象 把它的3D层打开 然后把摄像机 把摄像机 复制及对象 连到空物体 然后选择摄像机 打开变换 把它XYZ走 做到关键帧 X走 改为-7 Y走 改为-12 Y走 改为-6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时间 把它往后拖一点 然后把时间线 拖到6秒钟左右 再把它的XYZ走 全部归零 到原始镜头的效果 这样一个动画就做好了 接下来呢 需要新建一个橙色层 来做周围的黑边 能双击这个桃圆工具 把他的蒙版反转一下 语画值可以给到400 然后蒙版扩展 也可以相对应的调一下 接下来要做一个黑色的折服 一样是新建一个橙色层 然后点击确定 选择矩形工具 在中间 拉一个矩形 然后Counter键 然后选择移动工具 我们移动一下 那这样 然后点击反转 这样一个例子光大的效果 就制作好了 我们可以下去好好的调整 会调整的更好看 学会的同学可以扣1 并有学会的可以先收藏起来 下次继续学习 也可以关注我 我还有很多实用小技巧和大家分享 请订阅一下 一样 一样 一样